来到下面带你们看咯 看我家的绿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高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地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荒野引荒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辣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 老哥 拿回家 给他们吃 还没有 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 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芝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亭县 嘎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我常缓缓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绿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 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 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云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蓝左右 拿回家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了 捡一捡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谢谢大家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芮芝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拯一拯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不愿我们去 Funск 不愿意 我知道 剣 这是 犀 我在 苹 山 我 beğ organizations 在 牺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盐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盐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拿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会给他们吃 让他们吃 优优独播剧场 大家有什么好奇 假认 给他们吃 他们吃 他们吃 土俩 吃 吃 粥 吃 。 吃 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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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盐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又开始了 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盐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拿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芝 这里是阎南省 新鲜田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路路的 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 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 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 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多开心 二十一 大量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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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 二十一 三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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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了 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一会儿 一会儿 那我 聊天 对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了 捡一捡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哦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啊 invece 治花 左 种菇 ABC 比刘 坐 洗 挪 бл 带 Quand PH 你 来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城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采 把它采下来 不采多 采半栏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了 捡一捡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给你们看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芮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 老哥 拿回家 给他们吃 还没有 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 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亭县 嘎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我们黄黄黄的升起 看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般的水土养育了一般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还半两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都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带你们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林林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品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了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品县高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都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谢谢 来 全 regularly 吃 看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芝 这里是阎南省日四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城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迎方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拿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热气 有种怎么换? 热气 这帅很丝 谢谢我们 吃不消 标升 犯下 宝贝女儿 就 了吗 热气 Argentina 撒 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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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溜溜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拯一拯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拯一拯 不好的拯扔掉 好的拯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لا 淹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都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啊 好 好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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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芦芝 这里是盐南省日司市新品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又开始了 茫茫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盐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蓝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好 好可惡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了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品县高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地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般的水土养育了一般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采 把它采下来 不采多 采半栏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采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吃到的 吃到桃子 吝点 吃到里面 爹 我蜗 不 船 柳子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劣汁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品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采 把它采下来 不采多 采半栏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带来 这感觉好吃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芮芝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城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蓝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啊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劣汁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哦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蓝左右 拿回家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一起哦 生死了 张勇 Axel 不要 救兴 再行 做生出来 凤 night 暗 我 手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绿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anterior 她不太有心 抱歉 小孩 帮 Brain 怎么样 我们来 vegetre 时间 停 腹 indeer 我 干把 欢迎 点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从来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re YOU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劣汁 这里是阎南省日司市新品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城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阎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般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 给他们吃 还没有 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 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哈哈哈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芮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路路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拯一拯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 老哥 拿回家 给他们吃 还没有 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 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 是怎么样的 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 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阎南省 日司市 新亭县 嘎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 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我希望缓缓地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路路的 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云南省 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 就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地慢慢地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栏左右 拿回家 拯一拯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动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拯一拯 不好的拯扔掉 好的拯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啊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盐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碌碌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盐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拿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拯一拯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拯一拯 不好的拯扔掉 好的拯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哦 哦 橙子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平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人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荒野引荒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拿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踩一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 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 一定等着你们来 我很喜欢 因为我们做完 我们做完 好 实际 来 诶 我 诶 一 说 太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城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溜溜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放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拿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捡一捡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 一定等着你们来 喜欢吃到最新鲜的一些 看起来 都是不愿意 吃到最新鲜的 有些 到 最新鲜的 在放下 想做 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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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 老实 老实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伊斯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 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 bad 我带你一下 挠 为啥 smash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茫茫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 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两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了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啊 啊 我给你的 我给你做 我给你做 的 我给你做 我给你做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花园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哦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采 把它采下来 不采多 采半栏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采点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咖啥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芮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亭县高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人的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绿绿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迎方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放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拉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踩 把它踩下来 不踩多 踩半蓝左右 拿回家 紧一紧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了 紧一紧 不好的紧扔掉 好的紧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好 好可惡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盈南省日司市新品县高萨镇 我的家乡 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 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 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 满满溜溜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 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盈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 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亩 我种的全是果子 亲爱的辣辣铁们 要吃果子的来我家乡 我让你们一样一样的慢慢的品尝 我们这里水果之乡 有很多很多种果子 一年四季都有得吃 因为是四季如春 等着你们 一定来我的家乡 我的生活记录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方式 看看啊 这下我要爬到树上去采 把它采下来 不采多 采半栏左右 拿回家 采一采 然后呢 今天 我的宝贝女儿 星期 今天星期六了 宝贝女儿回来了 柴顶 留着 等孩子回来 给孩子吃 还有我的老母亲 还有那个 不会冻的老哥 拿回家给他们吃 还没有完全熟透 再等一个礼拜 全部都熟了 哎呀 这下拿回来 捡一捡 不好的捡扔掉 好的捡起来 拿回去给他们吃 想来农村里面 体验农村生活的 来我的家乡 我带你们种农活 种果树 摘果子 吃到最新鲜的果子 欢迎你们到来哦 一定等着你们来哦 我魔去游说 你要隻 出去咪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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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出生在城市里面 那么你可以来我这里体验一下 这种农村生活 我们老农夫是怎么样的干农活 种植果树 来到下面带你们看了 看我家的绿枝 这里是延南省日司市新亭县嘎萨镇 我的家乡水果之乡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成了太阳黄黄的升起 看一下我新的一天生活 又开始了满满溜溜的一天又一天 我的家乡欢迎引发的客人到来 我带你们吃果子 我带你们爬山 这里是延南省爱老山脚下 半山坡上我就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帮人 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一代又一代的 我家的地 大概有三十多米